《暴雨殺雞》 由製作 TM3 重量級大作 《暴雨殺雞》的製作團隊 研發的最新遊戲《超能殺雞兩個靈魂》 承襲了前作廣受好評 富含電影風格的演出手法與遊戲系統 從最新的實機試玩影片中 我們更可以看到這款驚悚動作遊戲 令人驚異的高畫質表現 遊戲將橫跨主角朱棣同年青年 到成人的各個階段 由於朱棣身旁有一個看不見的夥伴艾登 他引發了各種靈異現象 所以朱棣從小就被父親當成怪物來看待 最後還將他遺棄在一個超能力研究機構 在啟蒙導師男生道金斯的呵護下 朱棣還是順利的成長了 但是叛逆的他 葡萄汹涌的命運才正要開始呢 雖然說劇情似乎很精彩 不過你可能還搞不懂超能殺機 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遊戲 玩起來的操作方式又會是如何呢 基本上這款遊戲的架構 就是一個高準的冒險解謎遊戲 我們透過輪流操控朱棣 和他的神秘夥伴艾登 與場景中的人事物互動 一路逃命解決世界冒險下去 畫面上朱棣因為過度勞累 倒在雪地中時 艾登為了救他 必須要想辦法引起一旁遊民的注意 操作艾登的時候 玩家們將要用六軸感應器來控制 能夠自由飛翔的他 可以對場景當中的物體做出一些簡單的互動 造成萬人看起來像是靈異事件的現象 朱棣呢 則是要透過對話 行為 來決定遊戲的發展 在有多重路線與多重結局的設計下 遊戲發展與朱棣人格特質 都會取決於玩家們的選擇而遊走不通 遊戲當中也是有許多刺激的動作場面 戰鬥時會轉變為QTE類型的玩法 從小由政府機構培養的朱棣 可是有練過自由搏擊喔 哇 他下手啊 真的是好不留情呢